为了防疫工作 新城乡公所18号 乡境内八个村同步进行的消毒作业 各村村长还有村干事 还有清销队员在社区每一个角落 和街道用一整天的时间 来做好全乡的消毒 新城乡受到疫情的影响 村子一个月都在做大清销的作业 从化学病到清洁队员 除了对确诊者前往的主地之外 乡内街道各个角落 务必做好消毒的工作 来保障村民们的安全 而在18号这一天 新城乡公所再次全村联合大消毒 新来家的回忆台也请往八个村来 为村长和亲家队员们来交易打气 随着我们的疫情持续的发生在新秀地区 花莲县的北区 花莲市吉安新城秀林江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我想这个防疫工作 大家要一起来 在工部门的部分 我们今天我们八个村的村长 各自带队在村里面来做防疫消毒的工作 我们看到我们村里面所有的村长 以及我们的志工们 非常的努力以赴 对于自己基家的环境来尽一起之力 我们也要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相信持续性的一个消毒 除了能够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安心以外 我在这边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对防疫的工作 一定要全部大家一起来 因为自身的防疫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别人 自己的健康唯有好 就是维护亲友的健康 防疫 大家一起来 不放松 不放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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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相当何与台表示 疫情相当的严峻 不容一些些的差错 尤其群聚方面 更需要大家不要聚在一起休闲聊天 因为往往这个都是破口的来源 相公所还是不时的透过清洁队员来宣导 请洗手 少出门不访客 出门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记得终于先下回到 出门戴口罩